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礼拜六就端午节了 这个礼拜只有四个交易日 四个交易日里面先是连叠三天 今天终于上来了 昨天礼拜三外资卖了105亿 昨天节目里面我是不是特别跟大家讲 我说外资压低结算 可是也同时在减便宜货 果然间一开盘之后 航行又开始一路攀升 最多涨了54点 可惜啦 量还是只有800多亿 很多人不敢买 不敢买情况之下 两八百整页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是跌的 尤其是欧洲 我们来看 昨天有一些很关键的问题 什么问题 希腊态度越来越硬 所以预期协商可能会破局 紧接着昨天欧洲股市下跌 那注意哦 今天晚上 今天欧元区的财长会议要召开 将会决定希腊何去何从 会不会倒在 还是会给他输困金 还是会最后离开欧元区 将会在这个礼拜 拜喜拜过这几天有明确的答案 这里一定会注意 那昨天美国股市一度涨了94点 因为昨天2点FED会议结束之后 宣布了几个重要事项 第一个维持基本利率不变 第二个预期升息的速度会很缓慢 就是因为这句话 让美国股市昨天道琼一度涨了94点 那里面他还特别谈到 预期2016年底 联邦利率将会升到1.6425% 原本三月预估是1.875% 所以可见的升息的速度会很慢 比原本三月预估的一个目标 还要来的低 到2017年年底会升到2.875% 那原本预估是3.125% 美国预期的设定的长期目标利率是 到3.75% 那昨天讲出来会缓升息 所以激励股市涨 可是从这些数据里面 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美国升息是升定的 尤其最慢明年一定会升息 因为他已经把明年底的联邦利率 定在1.625% 目前美国的利率 几乎是已经接近快零利率了 所以既然2016年 定到1.625% 所以最慢最慢最慢 明年初美国一定会升息 一定会升息 这个你要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升息也不见得一定不好 如果景气能够跟得上来 通膨预期能够到达目标的话 适度的升息其实是好事 其实是好事 好 昨天美国股市普遍都是 小涨小跌 波动比较大的 Tesla 2.88% 所以Tesla一涨之后 今天汽车零件股 Tesla带动汽车零件股 你看比如说像F茂连5% 和大5% 康书涨停 有没有 市德建林同志 这个都怎么样 这个都是Tesla的概念股 这是Tesla概念股 所以最近为止跟大家谈 我说你不要去在意指数 其实台北股市目前的结构 指数已经不是重点 重点都在个股身上 你用心去找好股票 当你找到好股票 你放心不要去买啦 你放心不要去买啦 不要让基数影响 你如果被指数困扰住 那你之前赔的钱 你又怎么样能够赢得回来呢 对不对 你说你自己想嘛 你尽情输的那些钱输得多了 那现在不敢做了 那你要对输的钱赢得回来 你如果真的不敢做 那不妨你就让你的县带着你做 你看这段期间万顶账下来 融资断了277亿 我说的股票 每个人去的 红海 红准 台郡 神达 对不对 康友 涛地 是不是每天 每一支股票都展给你看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自己做不来 没关系 花点资讯费 让你能带你 我说给啊 平均一天大概不到一个便当钱嘛 不要因小失大 为了省小钱 反而赔大钱 那就更可惜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 日本跌了228点跌了1% 这是日本的部分 香港今天跌了59点 大陆 今天大陆股市跌了3.68% 早盘还在涨 到尾盘一路撒下来 深居内股也跌了3.58% 新加坡海峡指数也跌了0.7% 这个有什么味道 是不是有避风头的味道 有没有 是不是有避风头的味道 尤其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 今年涨了120几% 涨那么高之后 希腊问题其实选而未决 有可能会离开 有可能会留下来 可是当涨幅大了之后 在市况要明朗之前 我想互利了结盘一定会有 所以今天大陆股市 下半场一路撒下来 收盘跌了快4% 很明显有避风头的味道 有避风头的味道 就是在尽量避开 礼拜四财产会最后的结果 如果不小心真的恶化 如果是正面的 那礼拜再买回来就好了 对不对 那如果很不幸是恶化的 那最起码避开了 下礼拜重低重新再出发 所以香港今天跟大陆 也出现了避难的风潮 好我们来看台北股市 昨天台北股市压低收 昨天台北股市外资 卖了105亿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讲 外资压低结算 可是在底部的时候 最后25分钟放出大量 放出大量300亿 很明显是在压低进货 所以昨天外资卖了105亿 我说注意喔 在压低进货 反正今天一开盘之后 二华博说就开始涨了 对是不是被林特彦说中了 涨你不敢买 我说外资在压低进货 所以今天一开盘之后 开始一路涨 最多涨了54点 今天量还是只有800多亿 800多亿这个量不够 无量之中 行情还能够涨那么高 无量能够强谈 代表这个行情没有卖压 对不对 没有卖压 那为什么没卖压 因为融资断了277亿了 我算过给大家听 从万点下来 融资断了277亿 目前融资水位 相当于回到 加权指数8300的位置 所以台北股市已经严重超跌 当严重超跌的时候 随时会反弹 尤其没信心的人都已经下车了 对不对 没有信心都落车 有信心的股票抱着 他也不会再去乱砍了 所以这个行情在无量之中 一样能够做出强力的反弹 已经凸显出已经没卖压 已经没有卖压了 你看今天涨的加速599加 上市的部分 跌的加速201加 很明显的上涨加速占了75% 上涨加速占了75% 事实话说 我就跟大家讲 你不要去在意指数 赶快找好股票 赶快做就对 否则你如何把赔的钱给赢回来呢 是不是 好 最后盘从54点 急杀回28点 最后盘杀盘的过程里面 成交量又杀出来207亿 207亿杀了26点 这很明显外资也在逼风头 外资也在逼风头 外资目前手中持股 大概有三兆多 三兆多其实坦白说 占台北股市的比重 大概只有16% 17%而已 可是也是不少的金额 对不对 在希腊的问题悬而未决的时候 即将表态时刻 外资避风头 我想难免会有 所以今天最后盘杀下来 外资卖了48亿 外资也在做避风头的动作 这几天特别注意 希腊问题的表态 这个明确答案出来之后 对于整个行情 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出现 那当然重点指标股 我跟大家讲过 重点指标股在哪里 重点指标股就在 这两支股票身上 鸿海跟群创 你看这段时间 从5月19号到6月16号 外资卖了844亿 加上昨天卖105亿 今天又卖48亿 外资总共卖超 已经到达1000亿 在外资卖超1000亿的过程当中 反而继续加码鸿海13万张 继续加码群创17万张 所以可见得外资卖了1000亿 反而继续加码这两支股票 很明显的外资以这两支股票为指标 当下一波要攻击的时候 一定对这两支开始的嘛 对不对 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么明显的事情 连外资大卖1000亿 都继续加码这两档 你看鸿海 我算给大家看过了嘛 对不对 从3月19号台积电115跌到138 外资卖了500多亿 不止了啦 因为昨天外资又卖台积电 又卖了1万多张 所以外资卖台积电 已经超过600亿了 当外资在卖台积电 超过600亿的时候 他反而去买鸿海 买了410亿 是不是很清楚 把台积电的钱 搬给鸿海这边 搬到鸿海这边来 所以外资以鸿海为指标股 这是十分的明确 群创也是啊 外资卖了1000亿 外资卖了1000亿 反而继续加码群创17万张 今天群创是跌嘛 对不对 今天群创是小跌3毛钱 可是昨天外资没有跑 外资昨天还是继续加码4800张 你看这段时间一来 从15块钱涨上去 当时64天我跟大家预告过 有没有 64天到之后开始涨上去 外资今年以来 大买群创47万张 去年买了101万 今年又继续加码47万 这个整个买超 已经快超过150万了 6月1号行情掉下来 从19块掉到16块 外资没有跑 外资还继续加码26000张 如果把昨天的4800张 加进来的话 外资6月1号行情从19打回到16块钱 外资反而买超过3万张 所以从数字上面可以告诉我们 外资群创涨也买跌也买 既然涨也买跌也买 它就是玩真的嘛 上个礼拜外资还特别 把友达跟群创目标 特别定在20跟23 可见它是玩真的 它是算真的 它如果外资经常在玩假的 什么叫玩假的 假的就是它把目标定的高高的 目标划金管 事实上它在偷卖股票 那个就是玩假的 又拉撒步 可是对于群创来说 很明显买上去 下来继续买 完全没有放手 目标喊23 这应该就是完真的 这就算真的 那为什么喊23 喊23其实不为过 今年群创 一股三股 他们的条件 目前每股净值 可能会到25块8 25块不够净值 它划23块 其实很轻松 还有点低估 所以外资为什么买上去 又买下来 完全没放手 所以说这两支股票 这两支股票 下个礼拜 外资点火的两支股票 两档指标股 关盘上面除了注意 这两天希腊问题明朗之后 紧接着 外资点火的工具 就是这两支 就这两支 特别注意 好 选股的部分 不要再不快 不要把之前赔钱的问题 再重复发生 很多人股票都乱买 买一大堆业绩烂的公司 或者航行涨很高了 才在追 你经常追那种涨幅很大的 早晚一定是要赔钱的 你自己扪心自问 你买的股票让你赔得很惨的 是不是都买在高档的 对不对 反而像我们一样 从底部买的股票 长期下来都很安全 你看我长期以来 我选的标的 我代汇员操作股票 都是高获利 低本益比在底部的 本益比都十倍左右在底部的 所以哪怕这次行情掉下来 我们说的股票 大家都是很安全 对 都很安全 你看今天红准还是继续涨两块半 对不对 红准 八十九户抹去 二十八% 二十八% 高档之后跟你讲 不要堆了 你看大盘这次这样下来 红准也是很强啊 有没有 红准也是很强啊 今年一股可以赚到十块钱 本益比它十倍而已 像这种行情 哪些股票 哪个股票 才有办法吸引到市场资金 当大盘量不够的时候 不单是基本面要好 还要具备转机 今年具备转机 具备爆发力 那种特殊效果 才能够吸引到更多人的资金嘛 吸引到更多人的目光嘛 红准今年六块 今年有机会赚到十块钱 纵使涨到这样子 本益比才十倍而已啊 所以难怪大盘沙盘它也不会下来啊 这个都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推荐会员在操作的股票 你看台郡给你们去三块盘啊 这也是我们节目里面讲的股票啊 大盘是不是下来 它反正的力是上去 102涨到126 对 二十四% 你说大盘这样赚 全部股票都完蛋吗 全部股票都挣亡吗 也不尽然嘛 台郡就力是上去啊 台郡标准转机股 今年的营收每个月 几乎都六成八成九成一倍在跳 今年是大爆发年 你看古年第一季0.92 今年第一季就3.28 成长了2.56倍 这还在淡季哦 这还在淡季哦 你看它去年第一季0.92 全年是6.7 那今年第一季就3.2 全年会多少 一定不止12的啦 一定不止12 那我们就以12来算 就以12块钱来算 这卑鄙只有10倍而已啊 对不对 难怪大盘下来它都不会下来 它都不会下来 所以选股你往这方面下去选 就如同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基本面很重要 你不要忽略基本面 只光是看股价的涨跌 很多投机股怎么上就怎么下 你如果追到高点 那到时候一下来没有跑掉 那个一失血是很严重的啊 懂得什么 所以基本面是很重要的 我经过股票 每个基本面都很好 你看神达今天也涨了1.5%啊 你看大盘下来 神达是不是逆势上去 43% 大盘下来神达43% 43% 我对22块开始讲 22 23 24 25 26 27 28 你不要说43% 你要赚个20%赚个30% 100万要赚20万赚30万 就算大盘路也是轻而易举嘛 是不是 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谈到 神达的子公司西尼史 即将再创历史新高 西尼史即将再创历史新高 神达持股15% 以他目前的总市值 1021亿台币 15%大概有153亿 153亿以神达的股本76块钱 每股贡献度高达将近20块 这个还没算哦 这个还没算哦 目前净值已经10几块钱了 股价才30块20几块 难怪人家外资 难怪外资 这段时间卖了1000亿 昨天外资也继续加码 神达反而占卖超1000亿的时候 继续加码神达 继续加码神达 已经超过3万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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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指标已经形成黄金交叉 随时都会再攻 随时都会再攻 我讲的股票都很好的股票 都是很棒的股票 尤其都是聚转机的股票 康尤也是啊 对 你看大盘这样拉 康尤利是上22% 这是每天讲的 有没有 我说生计股我只做一档 生计股我只做一档最赚钱的公司 F康尤有漏气吗 还是没漏气啊 还是没漏气啊 大盘路一丁度去22% 去年13.92% 现在扩充六条生产线 明年20块钱起跳 不要算美尼啦 就算以去年的财报 这一半而已嘛 今天康尤 也是小掌嘛 这也是没得到的嘛 这个股票都很稳的 头地也是啊 大盘下来头地 腻着上去 细着离趴 细着离趴 北米才10倍而已 他昨天开股东会 昨天开股东会 老板特别讲 今年会再创新高 预估会成长10% 去年12.98 已经是历年来最好了 今年再成长10% 所以今年获利也会再创新高 北米只有10倍而已啊 只有10倍而已啊 也是很好的股票 对不对呢 所以今天套地也是涨一块半啊 也是涨一块半啊 你往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失序 这样的选股下去挑股票 大家股票 你都可以大盘跌不受影响 对不对 大盘跌不受影响 你都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你都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礼拜六是端午节 中国人的习俗 端午节这种大节日 它是一个转变的开始 节前节后是个转变的开始 你个人也是一样 当你融资断头 如果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做法 那端午节过后 或许是你人生的重新出发 不要再错误继续做下去 那到时候继续恶化 就可惜了 端午节的活动 今天最后一天 端午节的活动 今天最后一天 这不是在优惠 这是强力在救援你 当融资大断头之后 林和宴强力的救援 久久什么意思 绝对让你能够 轻轻松松的跟 轻轻松松的跟 情意相挺 今天最后一天 你这段期间赔很多钱的 让林和宴协助你 重新再出发 给你最轻的负担 让你重新再开始 今天最后一天 王众有福电话 进一段广告 休之后马上回来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论员头顾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洗买动 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 独转现02 23219933 02 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论员头顾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洗买动 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 独转现02 23219933 02 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论员头顾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洗买动 选择轮源让您财富轮源 独转现02 23219933 02 23219933 轻松致富简单幸福 来自理财周刊 现在订购一年52期 只要8188 加赠8期加量不加价 详情请下订购专线 02 23926680 02 23926680 或上李州网站查询 水也要钱 店也要钱 还要交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费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你好 你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上学去 欢迎回到现场 礼拜六是端午节 这里先预计大家端午节愉快 但很重要一点 做股票你要贪心吗 当你赚钱之后 我想天天都是过年 天天都会很开心 这段时间融资大断头之后 我们端午节的活动 这不是在优惠你 这是在强力救援你 所以提供给你最优惠的条件 让你轻轻松松的跟 让林何彦帮你 我们重新开始 端午强力救援 情谊相挺 今天最后一天 好 当你重新在开始的时候 记得 不要再买一大堆股票 做股票再金额不再多 好的股票 一支两支就够了 你看我们百元热草 一个礼拜只做一支股票 周五出清 下周重来 周周结算简单不乱 你看这两个股票 大半对万点来撕下 落到八百几点 百元热草一个礼拜一支股票 对 五月份第二周 红准六趴 红准六趴 第四周淘地三趴 五月份大半落五百点 百元热草一周做一支 那十五趴 也十五趴 对 这个月六月份 第一周康友七趴 第二周康友又三趴 你看这一次六月份破九千五周 直接杀到九千一 如果有四百点 我们一星期做一支 一星期做一支 也是再十八 谁说股票要很多的 股票很多 反而会让你手腕搅乱 反而会让你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 阿里向没股票 我们每个礼拜都卖掉 每个礼拜都清仓 我们不会有长期套牢的股票 不会有长期套牢的股票 这个礼拜我们做肾月 刚好没输而已 刚好没输而已 赚个几毛钱 那个不算输赢 这不算输赢 这礼拜台北股市 从高点下来 又跌了150点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支股票 其实我也是很用心在选这支 你看喔 它的业绩 101年8块2是历年新高 102年10块钱历年新高 去年10块6也是历年新高 每年获利都要创新高 结果股价从220一直跌 下到八十几块 本应比只有八倍而已 所以这支股票 如果安全 这一次股东会的时候 股东会的时候 公司特别强调 今年还会再赚一个股本 而且今年会再成长10% 获利年年创新高 今年还会再创新高 结果股价 反而从220跌到 现在八十几块钱 这支股票是很安全 长线也会随时有大反攻的机会 当然这个礼拜不攻 无所谓 我们先出 最起码我们避过 这次希腊的问题 把钱放口袋 等希腊状况明朗之后 我们下礼拜重新再开始 这样不是很好 每个礼拜都是新的开始 每个礼拜都有新的希望 这样做我相信 就能够让你改变以前的错误 重新再来过 来 最后时间 端午的活动 强力救援久久 让你轻松富 情意相挺 想要重新开始的 想要简单操作的 一个礼拜一支股票 今天最后一天 趁这个机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让你一天带着淋漓 我们重新再开始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一天分析之客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尊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轮远投资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远让您财富轮远 服务专协02 23219933 02 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轮远投资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远让您财富轮远 服务专协02 23219933 02 23219933 理财新革命投资新思维 改变就从现在开始 选对团队轮远投资 为您精准掌握投资席买动 选择轮远让您财富轮远 服务专协02 23219933 理财周刊与影家日报 hold住属于您的机会 现在订阅四期理财周刊 加一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特普专线 02 2392 6680 02 2392 6680 02 2392 6680